全台灣各地都是越晚越冷的 最凍的時間點將會落在今天入夜到禮拜三的清晨 視像署正在做出最新的說明 我們帶你一起來聽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雲露上面所呈現的一個天氣狀況 首先我們可以從雲露上可以看到 基本上目前的話 因為還是屬於是大陸高壓所帶下來的東北風的影像 所以在雲露面像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雲露上還是比較偏多一點點 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則是以雲露透光的一個天氣為主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華南這邊是有一個比較大範圍的一個雲城 在這個地方 那目前的話是持續的往東移動 那這些雲系的話 預計在今天晚上之後 就會開始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所以到時候在入夜之後 在台灣的一個降雨情況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些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未來這幾個 這幾個時段所呈現的一個溫度上面的一個變化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可以看到基本上 如果說有出現這個藍色的區塊的話 表示說是有出現10度以下的一個低溫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說在 包括像是在高雄、以北 然後跟宜蘭、花蓮這些地方 普遍都是會有10度以下低溫發生的一個情形 而至於像是在外島的話 像是在金門這裡是只有6度的一個低溫 然後在馬祖的話則是4度左右的一個低溫 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其實算是非常的寒冷 那到明天白天的時候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回溫的狀況算是比較不明顯的 包括像是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整天的溫度大概就在10度、11度而已 所以算是相當的寒冷 另外像是說像是在中部跟花蓮 只是在13度左右 然後在南部跟台東的話 只是在16到18度之間 所以在明天的一個溫度跟今天相比 又會有略為下降的一個情況 那一直到了明天的晚上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說在整個低溫的一個表現上 跟今天晚上這一波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在明天晚上之後 因為整個水氣上是會有逐漸減少的狀況 所以預期就是說 像是在西半部地區 整個輻射冷卻的一個效應 會開始逐漸的明顯起來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是在明天晚上之後 整個低溫的一個區域跟今天相比 是有略為擴大的一個趨勢 所以在這段期間 大家一定要做好這個防寒的工作 那再來我們看到就是 在未來這幾個小時的一個降雨的變化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是在今天入夜之後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有華南水氣會有逐漸移入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是在台南一北 然後跟多曼布地區 整個降雨的情況 就開始變得比較明顯起來了 那其中像是在北台灣跟山區的部分 可能降雨的情況會是比較持續的 那包括像是在迎風變的 像是在北海岸 然後跟山區跟宜蘭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些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那這個降雨的情況 一直到明天白天都還是會持續的 不過我們預計就是說 從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水氣就會開始 會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那到了明天晚上之後 可以看到就是整個降雨的情況 跟今天晚上的這個降雨相比 是會比較明顯趨緩許多的 只是像是在多曼布地區 跟這個北海岸還有大台北山區 可能還是會有些局部短暫的出現 至於在其他地方的話 整個降冷情況 卻開始慢慢的緩和下來了 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這段期間 可能水氣都是會比較明顯偏多的狀況 那在這一段期間 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要攜帶雨具備用 那再來我們看到就是外海一洲的一個 另外就是說我們看到就是這個 風力跟浪高的一個預報 在這兩天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風跟浪的一個狀況 算是相當的明顯 包括像是在台南一北 然後恆春半島跟外島的部分 都會有9到11級的強陣風 那另外就是說像是在東半部的 沿海空旺地區 以及西半部部分的內陸地區 也是會有一些較強的陣風出現 那再來就是說整個浪高的一個表現上的風 都可以來到3到5公尺左右 所以在這段期間如果說要前往海邊活動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 好再來我們看到就是外海一洲的一個 天氣上的一個變化 好明天來講的話 剛剛已經有提過了 就是說在整個華南運營區 東移的一個影響之下 那包括甚至在台南一北 跟東半部地區 整個降雨的情況會是比較明顯的 那這個降雨的情形 預計到了下半天之後 就會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那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整個降雨的情況就會是比較明顯偏少的一個情形 只剩下在東半部地區 以及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區 甚至有一點點中部的山區 也可能會有些零星的一個降雨 那至於在其他地方的話 則是回復成多雲到新的天氣 那到了禮拜四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 就會回復成是以淫風面的一個降雨為主 基本上就是在 基隆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些 局部的短暫為主 那只是說目前看起來的話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